拜登在備忘錄中指出 美國支持香港居民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認識到中國對香港這些權利和自由的嚴重侵蝕 我下令推遲拘離某一些在美國的香港居民 根據這份備忘錄 簽證到期的香港人將可以得到臨時庇護 繼續留在美國有效期為18個月 拜登表示 中共單方面將《國安法》強加給香港 損害了香港人享有的權利和自由 然而在過去一年裡 中共持續攻擊香港的自治 破壞它僅存的民主程序和制度 對學術自由、私家限制 同時打擊新聞自由 拜登認為 違背剝奪自由保障的香港人提供避風港 可以促進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利益 此外 拜登還指示國土安全部採取適當措施 允許推遲離境的香港人在美國就業 對此F1簽證的香港學生的監管要求 也可以暫停 是要確實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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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實 是要計劃